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2021年11月5日 维迪斯拔刺在即 周五凌晨 欧洲协会联赛分组赛继续有连场激战上演 届时身处G组的和甲敬旅维迪斯将做客挑战应超球会热刺 两队近况差天共地 热刺最近四仗输足三场 球队状态低迷 反观维迪斯最近赢多输哨状态甚佳 在这种情况下 金仗还是看高维迪斯一线 前三轮分组赛战罢 热刺紧录的胜和副各一场的平庸战绩 暂时机四分位GG组第三 球队整体表现显然未能令人满意 更为糟糕的是 热刺近期状态相当低迷 他们最近四仗各项赛事输了三场之多 期间三度颗粒无收之余 还失了五球 球队现实的战斗力确实令人不敢恭维 由于最近的战绩惨不忍睹 热刺此前宣布解雇主帅扭奴 意大利名帅干的走马上任 虽然这名意大利教头的执教功力 毋庸置疑 但毕竟出道贵境 尚需时间熟悉队内情况 球员或未能及时适应他的战术部署 战斗力自然无法发挥到最大 尽管阵中坐拥哈利 卡尼和孙兴敏两名强力射手 但这对进攻组合已经连续四仗各项赛事实百果 他们显然不在最佳状态 金杖迎战来势汹汹的维迪斯 热刺在遭打击不足为奇 维迪斯本届赛事表现略胜金杖对手热刺一筹 前者三轮分组赛过后取得二胜一负 手握六个积分为居本组刺席 而其中一场胜仗 正式击败热刺 球员在心理方面或占据一定优势 至于近况方面 维迪斯最近五仗各项赛事赢足四场 期间每场均能攻破对手大门间 且还有二场保持清白之躯 球队目前状态之家可见一般 提到维迪斯就肯定不得不提攻击手奥宾达 皆因此紫金记在何甲已攻入五球 不仅是队中的头号射手 更能位居联赛神射手榜前十之列 加上他刚刚在上轮联赛当中上演没拍二度好戏 可见状态正加的他 金杖显然是热伺候防线的心腹大患 尽管此番作客出战 但维迪斯经济作客演出喜人 他们在何甲前六轮作客赛事当中 豪取五胜一副佳季 是联赛作客龙 而且球队目前正处于作客连胜当中 由此可见 维迪斯此番出争绝对值得看好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订阅我们的频道就是给我们的鼓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也订阅em que第一把我不节省 那么整理会